又是开始一个美食时间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间龙岛面包店铺 原来在去年9月份就在这里开了 原来它和14阶那间龙岛是同一个老板 据我所知,Ritchman Guild仍然有铺在那边 听他们介绍 原来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有这间店 这样计算应该超过三十多年 现在就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它的中式面包和西式面包有什么不同 和有什么品种 第一个给大家看到的就是热狗包 3.45元 一个 第二个就是热狗芝士披萨 3.75元 一个 跟着这个是咖喱牛肉果 看来它的包店都有些高级路线 和高档 2.75元 1.75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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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它的数量和不是很多 可能即点即做 应该是 感觉上样样保持新鲜 1.75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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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75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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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麵包店,我覺得價錢偏貴一點 但是當你付出不同的代價,你的味蕾有不同的收穫 酥皮蛋撻都兩元四毫半一隻 香芋麥西哥包三元四毫半一隻 暫時看來很多包好像是 感覺上中西合璧的 每次見到這隻麵包都非常著弱 三文治兩元九毫半一個 有益健康的黑芝麻紉苯條都三元四毫半一個 一路走一路看,還聞到一股烘焙麵包的奶香鋪天蓋地 撲鼻而來 有種感覺周圍的一切都填不起來 是時候買回玻璃油及一杯奶茶在品嘗 享受一下人生 假如生活是苦的 相信加點糖應該就不會苦了 沒有什麼苦是甜解決不了的問題 甜食和快樂都被鎖在一起 內心等待將這塊快樂和甜品一起帶回家 最後補多句 原來他這裏有快餐飯盒的 10元有爪 好啦,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LIKE,SHARE,SUBGREG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 BYE 下期再見